我想请三位再帮我按一下零好不好 因为大家已经想说 怎么会这样跌没有止境吗 最近有没有可能会等到一个大反弹 圈货差 杜老师 杀杀杀 会不会等到一个大反弹 圈货差 你的大反弹是多大 好 等到反弹 当然是反弹 我们现在不要太贪心了 老三不下去 会反弹 我是知道会反弹 会反弹 会反弹 都觉得会反弹 杜老师你怎么分析 一般来讲 大家看一下 这个话最近的我们的日K线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波从两年前的8523上来以后 我们在109年的7月28号 突破我们30年前的12682的高点 所以我们台股在这个13031盘了三个月 后来直奔上去 到那个气人的4月29号17709 晚以后他拉回有一个15159 5月17号 再拉回有一个16162 10月几号 后来才喷出到我们金人的年初 那你看到我们现在跌了六个月 破了15159 那这个破了15159晚以后 我们看这个现行 他在13031到15159中间是空的 我觉得那边 下面1303115159中间是空的 空的不是很空 是说它是直破拉上去 那时候都没有经过争利 没有支撑 就像说我们16162以前的压力 我听到心都空了 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到 我们破了1515159 到今天已经跌了1000点 刚才也倾余我讲 跌了1000点 那另外我们还要看一个东西 就是成交量 我们从气人的7800多亿 我们今年5月3号的成交量 变成1808亿 你量整体已经有收了 就代表说 有人在万八附近卖掉的人 他短期都没有进 所以副总你看资深是12682 5万3 没有12682是在这个节目 我就认为30年前12682突破 按照技术分析 我们看一下长线的技术分析 这一张 看一下 请你看一下 我们30年前的高点不是12682吗 那你突破拉回最大的支撑就是12682 还有我刚才讲的13031 这个平台 那你理论上你现在破了15159完以后 你下来万五也破了 今天守万四 那你这边最后一个关卡 你一定要把万三守住 那整个一个大盘 你才能在这边做一个回档完以后 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反弹 我刚才为什么请你问说 反弹有多大很难判断 是说如果你在这个中间会有一个反弹坡 可是我们要比较大的一个 离坡的反弹的话 那大概会有两三千点的一个反弹 那是不是点到一万四或是到13031这附近 这个我们还要看几个 可能会两三千点的反弹 那个才对不起 才叫做大反弹 这样我们6月1要 有机会等到吗 有一定会有 因为我们的多量理论都这样 初跌段 回反弹 初跌段 反弹 那再来末跌段 末跌段 那个是整个大不大 末跌段是要四位数字吗 我看过杜老师我们的分析 在整个 但那没关系 之前有个两三千点的大反弹 因为我们的初跌段 就是从18619已经跌了三千点了 那现在从18616 目前已经跌了将近两千多点 快要三千点 所以那时候才会有比较大反弹 那我们现在最主要在强线来讲是说 因为你这一波从13年前的3955 涨了13.2 不要忘了3955开始了 涨 你是要回13个月或是回26个月 这我们以后大概下半年 本来空头平均是一年 那有可能26个月两年 对 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这一波跟 以前前次的六四循环的 因为多头走太久了 以前大概都走8年多左右 我们这一次走了13.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图卡里面 我们认为如果说有13个月 当然你就在这个附近 如果万一它拖到26个月的话 那你修正的时间 就会往下去看另外一个支撑 OK 时间空间都会更大 不要紧张 慢慢看下去 刚刚看到可能是13000左右 有机会12682这边大反弹上去 段老师 你觉得会反弹 你刚刚是说会 对 那当然短期会反弹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台股会不会跟随费半跌36% 那这个是到上个礼拜四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红色的话是 这个韩国的COSBIT指数 那蓝色的部分的话是台指 那紫色的部分的话是费半 那是不是费半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7成 7成都是电子股 那所以我们要来参考一下 电子股的指数 我们看一下我手边的看板 我写了一下 台指到跌到上个礼拜五的话 大概是21.49% 电子的话是大概是27% 费半的话是38% 那如果要用对应的话 我们把这个两者相处 把费半把它拉到分母来看的话 那上面就是台指应跌的一个百分比 那大概就是三成左右 三成离原先的21% 大概是还要是9% 那9%的话 在乘上原先的 在1月3号的最高点的 这个点位的话 那可能还要再跌个 大概1700点左右 那如果这跌个1700点左右的话 依照今天的指数来看的话 那大概就是13000 那13000大概12600点左右 哇 所以我们讲数字很接近 对 也是12000 13000 但是不要忽略的 如果经济景气 如果一直再下去的话 根据每股S&P500的经验的话 基本上可能会跌五成 跟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这个是目前 如果全球都步入 所谓的经济萧条的情况之下 大概就是难要恐怕 所以你说基本是12000 13000 对 如果不好会再下去 是 我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心很沉重 下午还有班要上什么班 然后赶快给大家这个 换一个传一口气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国家队 还是很有信心的 国家队喊话喊了什么呢 主管机关的信心喊话 包括了财政部次长 国安基金的执行秘书就说 下跌是国际联动的问题 台湾基本面还不错 国安基金不排除 会召开这个临时会 那么金管会正极局的 这个副局长也说 说什么呢 这个营收股息殖利率 还是很稳健 经济也持续成长 赞交所林董事长也说 我们身具长期投资价值 终究会回归基本面投资 然后券商工会理事长说 可以逐步进场的时候了 定期定额非常适合 然后我们这个张錫 之前又就一直讲 投资人应该勇于进场 Buy in May 第二季是绝佳买点 中恒股海也是30多年的 我们杜董应该听过很多次喊话 你怎么解读 我们可不可以跟着有信心 我们也知道 多头不是空头不止 所以6月29号 理事会董事长改选了 最后多头大概已经下台 大概有 理事长快要 已经换人了 张錫已经换人了 换人 换那个什么终身 另外一讲话 上个礼拜交易所也有公布说 好像经管外交易所公布说 我们的基本面有多好 他给本益比 直利率 营收 他讲的都是过去的事 那我们股票市场是反映未来 就是说我们最好是在1Q 可是我们的2Q 3Q 慢慢的走下跌 这是以前我们大概会讲 那另外一讲话 就是说 我们在这股票市场有经过好几次 像1268奔牌1039 你都听听过 我们都知道 政府机构一定会喊话 可是我们也知道 我一直在这个节目讲说 不管经管外交易所或是 投信投顾公布 你只要把这个交易资助 弄得交易顺 不要无量下跌 就是你的责任所带 因为多头是未来的空头 空头是未来的多头 那只要他有成交量 对 涨跌变来就必然的 因为你涨多一定会回 可是我们这个国家 整个政府机构就是 非常的大概七成八成 非常偏多 就是说只能涨 大概几千点就会喊话 投资人一定要说 他喊话是安慰你 那你要知道 要独立思考去判断 那我们最后判断的话 就是政府有没有 真的要做很简单 国安基金进场 或是实质资金进场 可是国安基金 不要听他讲什么 看他做什么 可是国安基金以前的记录 都是十年限才进场 那你现在十年限是一万点 一万点 你不是还要得失钱点吗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政府讲话 今天是没开冷气 冷汗直流 政府讲话你听听 盈亏是你要自负 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他维持 每天有成交量 他就可以了 他责任所在 他出来讲安慰你的话 你就安慰一下 慰问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